天氣變冷了 帶大家來認識一家 由聽障朋友開的火鍋店 每天都會提供 來自花蓮野生的野菜 讓注重養生概念的人 又多了一種外食選擇 哇 打開了 蓮花花苞一放下水 立刻變成一朵綻放的大蓮花 讓人忍不住驚嘆 超漂亮 酒品蓮花鍋視覺上滿足 味覺上當然也要讓人滿意 69年次的呂家勛 用心在自己的養生火鍋店 他認為現代人吃火鍋 一定要養生 因此搭配來自花蓮原住民 每日摘彩的野生野菜 每日配送 也讓這野菜火鍋打出名號 老客戶和國外回來的新客人 讚不絕口 他的野菜的供應的數量 讓你知道滿意 就是紅棗 鉤子 生薑 就這樣子很清爽 呂家勛的野菜火鍋受歡迎 但您可能不知道 他是一位聽障朋友 大學畢業後 曾經當過房屋仲介 和機車經銷商的資訊工程師 但總是會遇到聽障 升遷受限的無奈 也曾經參與過2008年 聽奧嘉年華的籌劃 但是聽奧落幕 他也失業 為了不讓父母擔心 家裡集資兩百萬元 協助他創業 火鍋店從無到有 並且克服了語言的困難 與客戶溝通 呂家勛不只自己辦到 還僱用了聽障朋友一起打拚 想要為聽障朋友開拓更多機會 讓聽障朋友求職 不再四處碰壁 呂家勛很清楚 雖然自己能力有限 但絕對不能放棄 而這些年看著 陪著呂家勛走過的媽媽 點滴在心頭 發揚 把這個聽障創業 聽障的火鍋店 發揚到台北市 每一個地方都有的話 那不是很好嗎 在呂家勛的野菜火鍋店 可以吃到市面上 絕對少見或沒見過的野菜 野菜鍋裡所謂的菜根香 是呂家勛對事業的堅持 也是他對人生 從不放棄的希望 記者小郭俊麟台北報導 受到了封面通過的影響 北台灣已經轉為濕冷 緊接著寒流報導 氣象局預測 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清晨 北部只有9度 而由於這一波寒流夾帶雪氣 高山地區會有下雪的機會 北台灣的天空一片灰蒙蒙 還開始飄起毛毛細雨 春節連假的最後一天 好天氣也告一段落 氣象局表示受到封面通過的影響 北台灣轉為濕冷 也針對新北市基隆市 發布大雨特報 緊接著寒流報導 氣溫將由北往南逐漸下降 而且越晚會越冷 在週一週二這兩天 影響是比較明顯的 那最冷的一個時間點 落在週一的晚上到週二的清晨 這段時間的話 在台南以北 在東北部比較空旷的地區 低溫下探10度左右 那在北部比較空旷的一個區域 甚至低溫只有9度上下一個部分 氣象局預測北台灣白天 將從最高溫20度一路開始降溫 入夜到週一的清晨氣溫會更低 中部以北低溫只剩10度到12度 週二清晨北部的低溫更只有9度 南部地區的低溫也只有12度 而氣象局也說 週一到週三因為寒流又夾帶水氣 高山地區還是有下雪的機會 這波寒流一開始是比較濕冷 慢慢的濕會轉移比較偏乾 從今天晚上開始到週二 甚至桌山 只要水氣有配合的話 可能在玉山跟河灣山 都還是有一些下雪的機會 氣象局表示這一波寒流 將會影響到十七號星期三 要到星期四冷氣團才會減弱回溫 民眾一定要注意保暖 記者 文雅宇 朋友主台報導 臺南震災經過了8T的搶救 救難人員一百八十個小時 不眠不休的救援在十三號結束 而這場震災總計造成一百一十六個人 罹難 六十六棟的建築物需要馬上拆除 不過更重要的是災後重建 民眾需要面對居住 救學還有工作的問題 臺南市政府表示會成立聯合中心來協助民眾 二月六號清晨三點五十七分 南臺灣一場突如其來六點四強震 震垮了臺南永康圍棺大樓 也震碎了許多家庭的天輪夢 地震後圍棺大樓現場滿目瘡移 收救人員和時間賽跑 小心翼翼的走入現場救出驚恐的民眾 正在當天總共救出一百七十八名民眾 有一百六十五名身還 十三名罹難 二月八號大年初一 救出最後四名身還者之後 就再也沒傳出身還消息 直到二月十三號最後一名罹難者之後 收救人物宣告結束 這一次台南地震當中 總共造成一百一十六人罹難 其中有一百一十四名 都是圍棺大樓的住戶 長達八天的收救來自二十個縣市 將近三千人投入救援 圍棺大樓在地震後倒塌 也暴露出建商偷工減料 台南地檢署九號收押建商林明輝等人 市府也對電商提出三千萬的假扣押 除此之外 地震後有部分建築物受損嚴重 有六十六座圍樓被貼紅單 要盡速拆除 災難過後 受災民眾所面對的挑戰才正要開始 面對未來該住哪裡 就學工作等問題都急需政府的協助 台南市表示災後各界善款約計八億 會成立聯合中心來執行各項重建工作 南投集集燈會已經舉辦了18年 而今年燈會的主燈首度移到了武昌宮 它是全台唯一保存921地震 震損遺跡的宮廟 而同時 集集又是921的震央 當年鎮垮的屋舍如今已經重建 集集小鎮用信心走過了鎮災 集集燈會主燈喉運當頭 由喉王帶著猴子喉孫登高望遠 民眾抓住假期的尾巴 來到集集賞花燈吃美食 不過今年主燈首度移師到武昌宮 它是全台唯一完整保存921震損遺跡的宮廟 而集集正是當年921地震的鎮央 主燈還是坐落在武昌宮 這可能是明明之中也是自有安排 因為當初9月的時候武昌宮 武昌宮還有整個集集震都受到重創 集集啊 南投這個重建的例子 可以給我們台南的災民們一些鼓舞的力量 今年集集燈會從2月6號點燈 總昌1.8公里12個燈區 9天來吸引超過80萬人次 其服術上的卡片 也寫滿對南台灣大地震的祝福 還有從台中來的爺爺一圈又一圈的繞著 祈福轉金輪花燈 九二一地震曾經讓南投這個集集小鎮 受創嚴重 之後小鎮居民團結在瓦礫堆中站起來 用觀光重新打造小鎮新風貌 也希望走過重建之路 能夠提供南台灣的地震災民 重建的信心與力量 記者王雄來世傑 南投報導 我們會訪問一下 我們會看到 108天的地震 此時時時刻時刻的 反正的地震災民 超級機關卡 如果我們會訪問一下 我們會訪問一下 有興趣的話 我們會訪問一下 突然從後來ご看